好吧 那现在七点钟了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内容 那我们接着上次的考点去讲 我们讲到了考点六关于具体的审计计划 那这里面说一道宏观层面的 微观层面的 上次课已经帮大家去分析了 重点注意啊 针对于这个微观层面 它有个总体方案 虽然它叫总体 但它也属于微观层面 具体审计计划的内容 来做做题吧 说下列各项中属于具体审计计划活动的是 这小题如果你掌握好了总体审计策略那四个方针 叫范围计划方向人 就很好判断 对吧 选项A 叫确定向高风险领域分派 项目组成员规划和调配审计资源 讲的人的问题 这总体审计策略 选项B 说确定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水平 确定重要性是确定审计方向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它属于什么 属于我们的方向 对吧 且与我们的组成部分的注册块是进行沟通 如果你的重点在沟通上 那可能涉及到计划的问题 所以你发现了吗 针对于总体审计策略 它不是非黑即白的 它有可能占两方面 但无论如何 选项B 它也不是具体审计计划 选项C 说确定项目组成员之间的沟通 它的预期 时间 性质 具体的安排 如果你强调的是项目组成员 那就是人的问题 如果你强调的是沟通 那就是计划的问题 计划的报告目标 时间安排及所需沟通 但无论哪方面 它都属于总体审计策略 4D 虽然叫总体方案 但是是什么 是我们的具体审计计划 它叫进一步审计程序 什么是进一步审计程序 那是风险应对里面的微观方面 所以这套题正确的是4D 对吧 好判断了吗 第12题 下列个项中 属于具体审计计划的核心是 那这套题肯定直接看 对吧 选项2B 说确定我们审计程序它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大家记住了 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这个属于典型的我们的具体审计计划的关键词 而这个审计程序呢 它既包括了风险评估 也包括了进一步审计程序 还包括了其他审计程序 那我们来看看 ACD 说的都是啥 学校A 确定我们的重要性 那是确定审计方向里面的内容 对吧 总体策略四方针 范围计划 方向人 学校C 说确定对于项目组成员的监督指导复核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规划和调配审计资源的一个关键词 涉及到人的问题 学校D 说确定我们项目组人员的分工 这个涉及到人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套题正确答案是2B 是不是很快呀 应该读完了之后就应该能做出来 39题多选题 下列个项中 它说不属于 注册怪师在制定我们的具体审计计划时应当考虑的内容 有哪些呀 学校A 说计划实施到风险评估程序 它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这个明显属于我们的具体审计划吧 属于你就打个钩呗 学校B 说计划与我们管理层和治理层沟通的日期 这个属于总体审计策略 涉及到了范围计划方向人里面的计划 对吧 这个不属于 这个是总体审计策略 学校C 计划向高风险的领域去分派相关的项目组成员 说的是人的问题吧 规划和调配我们的审计资源 强调人的问题 这个也不是具体审计划 学校4D呢 说计划召开项目组会议的一个时间 如果你强调时间 那是计划的问题 如果你强调的是项目组 它具体每一个人员的时间安排 那也有可能强调的是人的问题 对吧 所以不是非黑即白的 它有可能占两个方面 那这道题不属于的就是BCD 是不是 掌握这种技巧了吗 掌握好这种技巧 做出这种题目就非常的快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考点7 叫重要性的一个概念 涉及到了四个指标 那这四个指标 大家重点去掌握它的含义 对吧 后面还有特别头疼的 你们最难的就是什么 关于考虑因素的问题 那今天这堂课帮助大家好好的总结总结 首先我们来看它到底核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我问问大家这四个指标里面哪个属于同领性的指标 是不是第一个叫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它属于一个同领性的指标 它叫大原则 它会影响后面三个指标的一个确定 你比如说特定的重要性 它怎么样 叫必须得小于我们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实际执行重要性呢 是整体重要性的50%到75% 而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呢 是整体重要性的3%到5% 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10% 那它都受到了同领性指标的一个影响 而我们的整体重要性 它最核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注册怪师在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当中 针对于哪些交易账户预额和披露 以及后续的这个错报 它到底是重大的去下一个定义 解决重大的问题 而重大对应的我们预期使用者会影响它的经济决策 这个重点记住 只有重大的事情会影响我们预期使用者的一个经济决策 那微小呢 微小不影响 那第二个 叫特定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说了 针对于整体的重要性之下大原则 那特定的重要性呢 那就属于例外情况啊 但是除此之外 我们整体的重要性和特定的重要性 在应用环节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区别 只不过最后在发表我们审计意见的时候 你别忘了用这个同领性的指标 你别用这个特定的重要性 但除此之外 比如说在风险评估啊 还包括在最后复合的时候啊 去关注一些相关的内容 其实用的都是这两个指标 只不过一个是通用的 一个是例外的 那第三个叫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什么叫做实际执行啊 我告诉你啊 很多这些名词 它的关键内容就在字面上 所谓实际执行指的是做工作 对吧 我们需要对于哪些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利用的那个大原则就是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一般情况下 只要超过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我们就要对它实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但是有三个例外 你要记住 那么5B 单独或者汇总 以及低估的问题 对吧 简单题特别喜欢考 前面三个指标说的都是重大还是不重大 那最后一个指标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微小还是不微小 就是我们的注册快试 放过自己也好 还是你说他放过被审计单位也好 对于相关有一些错报 它明显微不足道 对吧 可以不累计 也可以不更正 我们用的指标是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那针对于这四个指标 在实际做题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技巧啊 我问问大家 你们再去辨别它们的含义 包括它们具体的应用 以及一些判断的观点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什么技巧啊 有没有一个技巧 我告诉你啊 这个其实就是小学数学的最好的技巧 叫什么 叫代数 之前我讲先学班也好 还是讲其他班次也好 我跟你们讲 你就把数字带进去 其中很多观点就很容易判断 整体重要性之前 我给大家定的是多少 是不是一百万啊 特定的重要性呢 你定个八十万 比如说啊 财务报表 预期使用者特别关注研发费用 那你给他定一个低于我们 整体重要性的 定个八十万 可以吧 然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是整体重要性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五 那你定一个七十五万 最后呢 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一般情况下不超过百分之十 那你定个三万呗 考试的时候 如果说针对于这四个概念 你判断不出来 你把这几个数据带进去试试看 看看这些相关的判断观点 你能不能做出来 这是我教给你们 判断这四个含义的一个技巧 接下来咱们做做题 说下列个项中 叫不属于 注册快师使用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的目的的是 关于这个一百万的问题 对不对 选择A说决定我们风险评估程序的 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这个其实是说的 风险评估程序的具体计划 那我们要确定审计方向 确定审计方向的背后含义 就是哪里有风险 我们审哪里 那我们做风险评估的时候 针对哪些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做风险评估 那我们是不是要用到 重要性的这个概念 我们需要对于重大的 这些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去考虑或者评估 它们的风险 那它肯定会影响风险评估 选择B说确定我们审计中 识别出的错报 是否需要累计 需不需要累计 这件事情看微小 对吧 不累计不更正是三万的问题 不是一百万的问题 选项C说评价 以识别的错报 对于我们审计意见的影响 最终要发表意见了 相关的错报 到底是重大 还是不重大的 那你得用一百万来评价 C也没问题 选项4D呢 识别和评估 重大错报风险 说的是风险评估 这也是一百万的问题啊 那这要题不属于的是 选项2B呗 是不是利用这种代数的方法 应该会好做一些 你就记住了 要不要累计 要不要更正 核心看几万 看三万啊 不要看一百万 25题 对于我们审计过程中 累计的错报 下列做法里面正确的是 这要题不仅要告诉你 选什么 还要告诉你每一个选项 它背后的含义 选项A 说如果错报单独 或者汇总起来 没有超过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那我们注册块 是应该干的是什么 告诉我 我们注册块师 可以不要求管理层更正 更不更正 看几万 看三万对吧 前面整体重要性 说的是一百万的事 如果说 最后的这个错报 单独或者汇总起来 没有超过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那我们认为 它是不重大的 对不对 包括如果最后 在发表审计意见的时候 只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去考虑 那我们可以发表 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选项A的说法是错的 是不是带进数据 很好理解啊 选项B 说如果错报单独 或者汇总起来 没有超过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之前我们定义是75万 它没超过75万 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以不对 它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对不对 但是你要考虑 5B的问题 低估的问题 单独或者汇总的问题 但这个地方 单独或者汇总 人家已经考虑过了 那你就考虑 5B的问题和低估的问题 那它后面是怎么说的 它注册块师 可以不要求进行更正 更不更正 看三万啊 看明显微小错报连接值 不看75万 这个地方 后面应该是跟的是 做工作 对吧 75万实际执行重要性 后面跟的是 你决定 要不要对于这些交易 账户优优和披露 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选项C 说如果错报 它不影响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的基准 比如说我们选的基准是收入 那注册块师 可以不要求进行更正 这个无稽之谈 对吧 我们在确定基准的时候 就拿收入取个数 取完之后就完了 那针对于这个收入 这个基准 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 所以选项C的说法也是错的 选项4D 说注块应当要求 管理层更正 审计过程当中所有累计的错报 对吧 超过3万的 都得累计 都得更正 所以这条题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选项4D 所以我对于大家的要求 为什么让你再做一遍 不是说你能选出来 对吧 对你们要求是 你要知道ABC那前半句话 说完之后 后面正确的应该跟的是什么 OK了吗 没问题了吧 明白的 扣1 B能不能再说一下 如果说错报单独或者汇总起来 没有超过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那注册怪师可以不要求 进行更正 这个B考虑的是75万的 这个问题 对吧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的是做工作 比如说 针对哪些交易 账户余额 或者是披露 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我们用的是75万 包括后面那些具体应用 比如说可容忍的错报 可接受的差异额 还有我们那个区间估计 他都不能够超过75万 因为超过75万 他就不可容忍 不可接受 不是合理的区间 就得进一步的去做工作 而这个地方说的什么 更正不更正 更正不更正 看微小不微小 OK了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应该是4D 如果其他还有问题的同学 扣后 或者是在微博上 再去问我 不耽误大家实践 42多选题 下列关于重要性概念中 注册块是可以去确定 一个或多个金额的事 记住同领性的指标 只有一个 就那100万 对吧 这属于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而其他的 你像我们的特定的重要性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明显微小 错报临界值 都是围绕 这个同领性的指标展开的 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或多个 但是我们整体的重要性 只能有一个 所以这道题 选项A 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它只能有一个 它不能有多个 选项B 特定类别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它可以有一个或多个 对吧 选项C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它也可能有一个或多个 而且记住了 针对于我们整体的重要性 还有我们特定的重要性 后面都需要跟一个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都需要 对于这些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去做工作 对吧 选项4D 讲明显微小 错报临界值 实务过程当中 一般明显微小 错报临界值是一个 但是可不可以 定多个呀 也可以呀 比如说 针对于后面 我们去学习 关于明显微小 错报临界值的 考虑因素的时候 有个口诀 对吧 叫老错报 新评估 两个期望不能付 比如说针对于存货 它不同于其他的报表项目 那我们的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针对于存货 今年一个错都不允许有 它不放过自己 那么可以考虑 它的期望 把存货的明显微小 错报临界值定为零 还有包括 像这个之前大神给你们讲过的 关于重分类的问题 重分类如果不影响 关键的财务比率 或者我们的经营业绩 那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 比我们明显微小 错报临界值更高的 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所以这要题正确的 应该是BCD 口诀再说说 你别着急呀 后面我们去学考虑因素的时候 还会告诉大家呢 47题 下列各项审计工作中 注册快诗需要使用 整体重要性的有哪些 就100万呗 选项A 说识别和评估 重大错误风险 风险评估要用 对吧 选项B 确定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我们说了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是 整体重要性的50%到75% 你得先有什么 先有这个同领性的指标 先有这个100万 然后才能确定出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选项C 说评价已识别的错报 对于财务报表的影响 对吧 评价一个错报 到底是重大还是不重大 这不就是它的本质工作吗 所以选项C 也对 选项4D呢 确定我们风险评估程序的具体计划 这个也对 所以这要题正确的是ABCB 49题 如果说注册快试 在审计过程当中 调低了最初确定的整体重要性 什么意思 你能不能够翻译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调低整体的重要性 我们是对这个项目更加严格 还是更加困松了 是不是明显更加严格了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新信息 新变化 我把整体的重要性给调低了 那在下列个项中 说法正确的是 选项A 说我们的注册快试应当调高 可接受的检查风险 所谓的检查风险是什么意思 是做工作做的不到位的风险 你对这个项目更严格了 你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对吧 针对于认定层次 比如说你调低了 我们整体的重要性 意味着认定层次的重大错误风险 显得更高了 虽然说我们注册快试 不能去更改认定层次的重大错误风险 但是我们可以用重要性这个指标去评价 对吧 如果你的重要性这个指标下来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重大错误风险虽然没有变 但它显得更大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能做更多的工作 从而去调低可接受的检查风险 所以选项A说法是错的 选项B 说注册快试应当去确定 是否有必要去修改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但有些同学有些疑虑 他认为不是应当确定 他认为是应当 我问问大家 我们整体的重要性 核心的这个指标改了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之前确定的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就一定要改 是百分之百要改吗 我给大家说一个最浅显的道理 你们就明白了 因为这是新情况 新信息 新变化 这意味着注册快试在前期 已经利用了原来的那个重要性水平 其实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利用原来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比如原来定的是75万 人家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了 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新信息 新变化 导致原来我确定这100万 他降低了 比如说他降低为90万 那在这种情况下 注册快试是应当考虑 针对于这75万 是不是要进行降低 因为他毕竟利用这75万 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了 如果说他不影响 他可以不降低 对吧 因为他毕竟给了我们一个空间 是50%到75% 不是说这个比例 我确定完60%就是固有不变的 那么他可以调整相关的比例 最后导致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不发生变化 这个是可以的 只能说应当确定 或者说应当去考虑 这个说法正确的 如果B是正确的 那C也是正确的 说注册快试应当去确定 进一步审计程序 它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是否仍然是的 那我问你啊 进一步审计程序 它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取决于什么呀 不就取决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吗 所以B跟C是一对 你发现了吗 B你要能理解了 C你也就能理解 这两个都是应当确定 选项4D呢 说我们的注册快试 在评估未更正错报 对于财务报表的影响时 应当使用调整后的 我们整体的重要性 这个不用多说对吧 我从100万调整到90万了 那你最后在评估的时候 你肯定得用这个90万 去考虑相关的意见类型 那这条题选项4D的说法 也是正确的调整后的 那正确的应该是BCD 接下来我们学习 你们最头疼的内容啊 就各项的这个考虑因素 首先我们来看 重要性确定的考虑因素 重要性由谁组成 基准和百分比对吧 所谓的基准 就是你选择一个报表项目 比如说收入啊 比如说我们的资产 或者是我们的利润 对吧 选择一个作为我们的基准 那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到底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之前在基础进阶的时候 大神给你们讲过 对吧 预期使用者关注什么 我们就选择什么作为基准 但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去深挖一步 我问问大家 我们的预期使用者 到底从哪个角度 去考虑他关注什么呢 你要能想明白这个问题啊 后面在做题的时候就很简单 你要是想不明白 那你只能死背 对不对 但你看看 我们先不看那个2 因为2太明显了 2直接就说的是 预期使用者特别关注的项目 他把本质说出来了 对吧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预期使用者的相关因素 这个你们应该都理解吧 没有人不理解 是不是 预期使用者他关注什么 就可以考虑 拿什么作为基准 这事很好说 你们都会选 但是我问问大家 这个1345 体现出了企业的一个什么的特点 比如说我们这种类型的企业 它的财务报表要素 有什么共同的特征 这一个类型的企业 它的性质 它所处的生命周期 以及相关的经济环境 这一类型的企业 它的所有权的结构 比如说是股权经营啊 还是负债经营啊 还有呢 这一类企业 它选择的那个具体的基准 你比如收入 它的波动啊 是大幅波动 还是小幅波动 其实这个1345 我告诉大家 它都体现了一类企业的经营模式 把这个记上啊 这个我就简写了 你看1345 是不是都能够反映出一种类型企业 它的经营模式啊 对吧 不同类型企业 那它的财务报表要素 肯定有一些相同的特征 对吧 不同类型的企业 它所处的生命周期 它所处的经营环境 包括呢 它的所有权结构 以及呢 具体基准的波动性 都能够通过1345 这种经营模式的这种分类 把这些 比如说4600多家上市公司吧 是不是给它分成不同的组啊 针对于这些不同的组别 我们可以选出一个 共性或者相似的基准 所以我们预期使用者在关注啊 具体关注哪个报表项目的时候 其实它是从企业的经营模式的角度 去考虑的 你看这个1345 说的都是经营模式的问题 你去理解理解什么叫李老师说的这种经营模式 再去品一品 如果你能把它品出来的话 那考试的时候做题就非常快 如果你品不出来 那没办法 你只能直接背了 所以针对于基准的考虑因素 就两个 一个叫企业的经营模式 另外一个就叫预期使用者的相关因素 而主要依赖什么 依赖于企业的经营模式 看见了没 如果你还听不懂啊 去先学班再去复习复习 那个地方我有详细的讲解 并且给大家举了例子 同样的百分比也是一个道理 其实还是这两个因素 一个叫企业的经营模式 另外一个叫预期使用者的相关因素 之前在基础进阶的时候 大神是怎么跟大家说的 是我们的预期使用者敏感还是不敏感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这些指标 首先第一个叫是否为上市公司或者公众力实体 第二个叫我们预期使用者的一个范围 他们两个其实说的都是什么 跟预期使用者相关的 发现了吗 他考虑的都是预期使用者的特点 而第三个呢 叫被审计单位是否有我们的集团内部关联方提供融资 或者是否有大额的对外融资 这句话的本质是什么 他是不是需要靠输血活着 他是有自身的内生的动力 对吧 产生一些经济利益保证他持续经营 还是说他需要大额的对外输血 他体现了一种类型企业的经营模式 是不是 而第四个呢 叫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对于相关的基准 是否特别的敏感 他体现的也是预期使用者相关因素 这俩指标你一对比你就能发现 前面基准主要考虑的是经营模式的问题 这一类型企业经营模式的问题 而百分比呢 主要考虑的是预期使用者自身的特点 分别有一个例外 对吧 我们的基准 他的例外是什么 预期使用者有没有特别关注的项目 那百分比的例外呢 就是这个经营模式这块 它是否涉及到大额的对外融资 所以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为什么我要花时间讲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技巧啊 你要掌握好了这个技巧 针对于这个考虑因素就非常简单 你要掌握不好呢 你只能去背 针对于重要性的概念 首先我们考虑的是共性问题 什么叫共性问题 就是一类企业 或者你说叫这类企业 他们共同的特点 而不是这个企业它单独的特点 比如说举个最大的例子 这个我们的财务报表要素 还是说这个所处的行业 对吧 你都能够归出一堆企业来 这叫这类企业的共性因素 是不是 后面我们去讲实际之中重要性 和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的时候 就能区分开 那个地方考虑的都是企业的个性化因素 而具体的逻辑呢 就是经营模式和预期使用者的相关因素 我们来做道题试试看 首先在确定我们重要性的基准的时候 你就记住了 基准考虑的是企业的经营模式 而且是一类企业的经营模式 还有呢 预期使用者相关的因素 但这个预期使用者 是他有没有特别关注的我们的项目 注册块是通常无需考虑的因素有 选项一叫财务报表的要素 财务报表的要素反映了一种类型企业的经营模式 从而影响它的基准吧 这类型企业 它财务报表里有什么 就叫要素 你只能在有的这里面去选它的基准 对吧 选项B呢 说我们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 特别关注的项目 这是唯一一个跟预期使用者相关的 它也影响到了基准的问题 但是是预期使用者的相关因素 而且是唯一的那个 选项C 说我们的财务报表个别使用者对我们财务报表的特殊需求 我们考虑的是广泛的与其使用者的共同需求 不考虑个别 其实考的跟我们背的那个内容没什么关系 选项4D呢 说背审计单位所处的行业和经营环境 体现了一种类型 一大类企业的它的经营模式 它也会影响基准 那无需考虑的是选项C 43体 下列各项因素中 注册块是在确定整体重要性是通常考虑的因素 这个地方没说基准还是百分比 但是加起来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经营模式 加上预期使用者的相关因素 而且你记住了 它不是单个企业的特点 它是一类企业的共性特征 你看我稍微讲慢一点 你们品一品 选项A说背审计单位所处的生命周期 这我给你 简单举例子吧 你说我们导入期的企业最关注的这个指标是什么 或者最能反映这个企业 它实际情况的这个指标是什么 这个战略你们讲过吧 导入期的企业最关注什么呀 是不是研发投入啊 成长期的企业呢 最关注市场占有率 关注什么呀 关注它的收入 成熟期的企业呢 关注它的利润 那我们的衰退期企业呢 关注它的现金流 是不是都不是单个企业的特征 是这一类企业共性化的特征 它取决它的经营模式 它影响了什么 影响了我选择什么 作为基准 刚才我说了导入期企业可以选研发投入 对吧 成长期企业选收入 成熟期企业呢 选利润 衰退期企业选现金流 那就是这么选的 想必说我们预期使用者 它的范围 这个地方影响了什么 首先预期使用者范围 首先是一个有关于预期使用者的相关因素 它会影响的是百分比吧 我们的预期使用者 它范围越广 针对于这种类型的企业 那我们选择一个较低的百分比 比如说1% 找到感觉了吗 选项C说被审计单位所处的行业和经营环境 那不同的行业会影响了它的经营模式 会影响我们具体选什么基准 选项4D呢 叫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审计调整 我就跟大家说4600多家上市公司 它有4600多种情况 以前年度的审计调整 每个企业都不一样 这个很明显不是一个共性的特征 它是一个什么 个性的特征吗 是不是每家企业 以前年度的审计调整都不一样啊 对吧 所以选项4D 这明显不是一个确定整体重要性时候考虑的共性因素 你知道题 通常需要考虑的是 A B C 找到点感觉了吧 和底的小怪兽 慢慢去寻找这种感觉 如果你能掌握这种技巧 你就用 你掌握不了 你说老师我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你就用你原来的方式 你背记也可以 48题 下列各项中 可以用作我们确定整体重要性 基准的数据来源 这个地方不考考虑因素了 这小题正确答应该什么 A B C D 对吧 这个一看就知道没什么问题 但是本质逻辑里面要理解啊 我们在前期的时候 比如说在期中 可能就要做审计计划 对吧 做审计计划的时候 就要确定了审计方向 确定审计方向的时候 可能就要去定重要性 定重要性的时候 可能就会考虑关于基准选哪个的问题 比如说基准我们确定了选收入 但是同志们记住 这个时候是期中 针对于本期最终的未审数 你有吗 没有啊 那你考虑用什么呢 可不可以用去年的 这叫前期的数据 可以用吗 可不可以用本年的预算 也可以用啊 可不可以用一个预测数据 也可以用 只不过随着未来 真正从期中 比如说真的到了我们的期末 它的变化比较大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新信息 新变化 称之为叫三星 对吧 而且这些新情况 新信息 新变化 导致了我们以前确定那个基准 它的这个口径指标 出现了较大的异常 那可能涉及到 我们需要调整重要性 你发现了我们的审计计划 我们的风险评估 还有我们的风险应对 它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 那这要题正确的是ABCD 对吧 第九 关于特定类别交易 我们特定的重要性 到底去该怎么选 这个地方帮大家总结总结 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第一个法律法规和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这个属于广义的法律的问题吧 但你要记住我们学习13章的时候 关于那个违反法律法规 那里可不含编制基础 这个地方是为了让你好记 我告诉你 法律法规加上编制基础 这是广义的法律的问题 第二个呢 与备生意单位所处行业相关特性的披露 那取一个字呗 取个行呗 那第三个呢 叫我们的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 是否有特别关注的特定方面 是什么 取个尖字呗 这是啥呀 这不行法尖吗 这不行业法律监管吗 但只不过你记住这个监管这个字啊 它是以监管作为代表的预期使用者 你别仅限于监管啊 预期使用者有没有特别关注的方面 但是无论是行法尖也好 它针对的都是这类型企业 还是一类企业 什么逻辑呢 刚才咱们说了整体的重要性 我确定完了 但是从行法间三个角度去考虑考虑 有没有我们的预期使用者 还需要单独关注的 如果有单独关注 你就拎出来给他定一个特定的重要性 比如说80万 如果没有呢 没有你就都用100万 好理解了吧 所以这张表我们是递进的 第二步你要去关注一下特定的重要性 它的考虑因素是什么 它也是共性的 只不过对比整体的重要性来说 它是一个特殊要求 而上面的共性是什么 叫通用的要求 对吧 没有特殊情况 咱们都定100万 哪些交易账户优惑和披露 甚至说未来的错报是重大的 用100万来评价 如果说有特定 你比如研发费用 我单独定个80万 因为这属于一个行业性的特殊指标 那针对这类企业 那80万就是我们再去审 我们的研发费用 涉及到的特定的重要性 用这个80万 而不用通用的100万了 这叫航法兼 而且记住了 这个兼是以监管作为代表的预期使用者 你别光备啊 为什么我不把口诀汇总起来都给你啊 因为它可能有副作用 我得给你讲明白了 它什么意思 你才知道航法兼怎么用 OK了 那么来试试啊 说关于特定的重要性 下类说法错误的是 选项A说只有在适用时 才需要去确定特定的重要性 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用100万 只有我们的航法兼 有特殊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可能才去定一个特殊的特定的重要性 比如说针对研发费用 我定个80万 有你就定没有就拉倒 对吧 选项B呢 他说确定时 可将背景单位所属行业的关键性指标 作为一项考虑因素 这不航法兼的航吗 就通过这个行业的特点 有没有哪个报表项目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比如说这个医药行业 它的研发费用 对吧 选项C呢 针对于特定的重要性 它应当低于整体的重要性 那这时候就好用了 叫80万 肯定要小于100万 这个做法肯定是正确的 能等于吗 不能等于 你要等于100万 那跟通用的有什么区别 你还给他特殊定一个干什么呀 你就用通用的就完了呗 有特定的 我就用特定的 没有特定的呢 我就用通用的 是不是 选项C的叫无需确定 特定的重要性 它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这说法肯定是错的 无论是你用了通用的 我们的整体的重要性 还是用了特殊的特定的重要性 你都得对他做工作吧 你都得对风险应对吧 你在风险应对这个环节 针对于具体做工作的时候 你是要用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所以这要题4D的说法是错的 那这要题选什么 选4D是吧 清楚一点了吗 有同学说 特定具体怎么用 有了特定也有通用 不是冲突了吗 你看啊 咱们说了通用的是100万对吧 有特定的 先用特定的 比如说针对于研发费用 根据行法间的要求 注册快师利用职业判断 给他定了个80万 那你再去评价 研发费用的时候 你用80万用100万 你肯定优先用80万 但是比如说针对于除货呢 我没给他定特定的重要性 那我用多少 那就用通用的 用100万就行了 他俩不冲突 OK吗 4D字体下列各项因素中 可能表明注册快师 需要确定特定重要性 有哪些 就行法间呗 选项A 说是否存在于 被审计单位所处行业相关的 关键性披露 这不行吗 选项B 说我们的财务报表 预期使用者 是否特别关注 财务报表中单独披露的 业务的特定情况 这预期使用者代表什么 是不是以监管为代表的 预期使用者 选项C 叫是否存在 对于特定的预期使用者决策 可能产生影响的披露 我们关注特定的使用者 我们不关注他的决策 我们关注的是 共同的需求 选项4D 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 这不是我跟你讲的技巧里面 广义的法律吗 那这小题还好不好做 这不是行法间吗 但是你记住这个间 我再强调一遍 是以监管为代表的 预期使用者 我是为了让你好记 我才告诉你是行法间的 并不是真的是行法间 OK了吗 那这小题正确的是 ABD 是吧 是不是挺快的 掌握了这个技巧 很好做 对吧 特定重要性考虑什么 行法间 OK了 第十个 关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教材给了你三个 但是我问大家 这三个全不全呀 针对于那些死读书 死背书的同学 我一定要提示你一下 如果你觉得我技巧不好用 你要去背的话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不全的 比如说 内控好不好 这件事情 需不需要考虑啊 需不需要考虑 首次接受业务委托 这件事情 需不需要考虑 都需要考虑吧 你看看教材给你的什么 对于被审计单位的了解 前期的 以前的 错报的情况 还有呢 本期的 错报的预期 还有什么 内控啊 首次接受业务委托 这里有很多内容 但是你要掌握了技巧 你就发现 它都是企业的 个性化因素 它跟我们那个 整体的重要性 和特定的重要性 不一样 前面那都是一类企业的 共性因素 这呢 全都是单个企业 这四百 四千六百多家上市公司 每家企业 它的情况 都不一样的 具体的特征 所以你把这个表 继续再续一行 对吧 针对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这是 确定到底对于 哪些交易账户和披露 需要执行 我们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时候 这个指标 考虑的都是企业的 个性化因素 它包括 但不限于 前期差错 内部控制 还有首次接受业务委托 后面有一个什么 有个等 为什么有等啊 就不让你去记啊 针对于这个 首次接受业务委托啊 你有个印象 考试的时候 特别是简答题的时候 你要知道 它想说明什么情况 就行了 但是 它后面还有等啊 包括什么内控啊 对吧 涉及到很多很多的一个内容 但都是企业的 个性化因素 你掌握好这个内容 我们去做做题目 十九题 叫下类因素中 我们的注册快师 在确定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是 就这个七十五万的时候 无需考虑的是 选项A叫 是否为我们的 是否为首次接受业务委托的 审计项目 这是一个个性化因素吧 体现了我们呢 注册快师 对于这个审计项目了解 还是不了解 需要考虑吗 需要考虑 选项B呢 叫前期 我们审计中识别出的 错报 它的数量和性质 就是以前 错报多不多 4600多家上市公司 它情况各不相同 对吧 这也是个性化的情况 你看你品一品啊 能品不 能不能品出来 它是一个个性化的情况 选项C 叫是否存在 值得关注的 内部控制缺陷 4600多家上市公司 它的内控制缺陷都不一样 这也是个性化的因素 选项4D呢 叫是否存在 财务报表 预期使用者 特别关注的项目 这是个性化因素吗 这是一个共性因素 前面不是刚讲完吗 针对于某些类型的企业 它有共同的一个经营模式 或者是预期使用者 相关的一个因素的特点 那么针对这类型企业 我们的预期使用者 它特别关注的项目 应当是相同 或者是相似的 它不是单个的考虑因素 没有体现企业的个性 所以这套题 无需考虑的是 选项4D 感觉秒答的感觉真是棒 对吧 就这种感觉 你找出来了 这是技巧的优势 在于什么 技巧啊 我跟你说一下 技巧就是不好理解 但是呢 它好什么呀 它好用 对吧 所以你理解 要做在考前 然后考试的时候 就用就行了 但是如果是背呢 背就什么 好理解 但是它慢 你考前不下功夫 它好理解的话 那你考试的时候 你就得下上功夫 这个你自选 我并不是说第二个不好 第二个也有它的好处 对不对 它跟我们的教材完全一致 这样考试的时候 你的保证程度 可能更高一些 但是如果你两个都掌握了 那你就谁好又用谁 反复做验证 可以怎么样 可以检查呀 对吧 废话不多说 咱接着来 45题 在确定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这个75万的时候 叫做工作 对吧 你要记录权 你就把它写权了 下列各项因素中 注册块是应当考虑的是 考虑什么呀 考虑个性化的因素 选项A说我们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这个地方是怎么来的 针对于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它是整体重要性 一百万乘一个 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五 你得先有什么 先有同领性的这个指标 所以我要考虑 因为你不能傻背啊 全靠这个个性化因素 针对于这些例外的 你也要去分析分析 选项B 叫前期审计工作中 试试别出的错报 它的性质和范围 这明显属于一个个性化因素 四千六百多家上市公司 那它以前年度的这个错报 它的性质和范围都不一样 这个会影响到 我们去选百分之五十 还是选百分之七十五 对吧 如果说它以前错的多 那可能更接近百分之五十 如果它错的少呢 那我就选更接近百分之七十五 这是一个个性化的因素 选项C 叫实施风险评估程序的一个结果 四千六百多家上市公司 有四千六百多种 重大错报风险的组合 这也是一个个性化因素 背过吗 没背过 对不对 但你要记住 这属于一个个性的因素 是不是 所以它影响的是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真正做工作的时候 怎么掌握这个百分之五十 到百分之七十五的火候 小杨四弟 叫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和治理层的期望 这个地方重点给你讲 一会我们去分析 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一个口诀 叫老错报新评估 两个期望不能复 我跟你说 注册坏师在执行审计工作当中 针对于重要的那三个指标 我问你 能不能考虑被审计单位的期望 你看针对于重要 它是不是有三个指标啊 针对于微小 它只有一个指标 我们在确定整体的重要性 特定的重要性 实际执行重要性的时候 评判的都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都是什么数量级的 都是什么一百万 八十万 还有呢 七十五万 这个数量级的 体现了它重要还是不重要 对吧 这个事情注册坏师怎么样 只能利用独立的职业判断 他能去考虑被审计单位的期望吗 他不行啊 因为这个东西是影响什么 影响我们预期使用者的经济决策的 它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 而这个三万 微小不微小的问题 我可不可以考虑 这个三方关系人里面 另外两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预期使用者 以及被审计单位相关的期望 这个可以商量啊 这CPA再加上另外的两方关系人 发现了审计的逻辑美学了吧 是不是啊 重要不重要这件事情 诸刺坏师必须做出独立的判断 因为你要发表审计意见的 但是你放不放过被审计单位 是否放过自己 是否微小的这件事情 可以商量着来 OK了哈 那选项4D呢 肯定就是不应当考虑的 那这要题应当考虑的是ABC 是吧 46 下列各项因素中 叫属于确定实际执行重要性 75万的时候 那反复的练习 它的影响因素有什么呀 你通过这种练习 你掌握好这种技巧 选项A对于被审计单位的了解 4600多家上市公司 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各不相同 这属于一个个性化的特点 选项B说 以前期间的审计经验 针对于这4600多家上市公司 它以前期间的这个错报的性质 还有包括我们对于它审计的经验 都各不相同 这属于一个个性化的因素 选项C 叫本期审计计划阶段的 风险评估结果 本期的风险评估情况 4600多家上市公司 它的重大错报风险的组合 各不相同 这不也是个性化情况吗 选项4D呢 我们财务保表预期使用者的范围 这个地方你可千万别蒙 咱们利用这个财务保表预期使用者的范围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叫一万以下的 一万个人以下的 还有呢 比如说一万人到五万人的 还有呢 叫五万人以上的 我们通过这三种指标 把这个4600家上市公司给的瓜分了 好吧 它分为了不同的组合 那有一万人以下的 有一万人到五万人 这是什么呀 这是股民的数量啊 预期使用者的数量 还有五万人以上的 它不会是个性化的因素 它是体现了一种共性的因素 你可千万别较真 既然你想用我这个技巧 你就别说 老师两万人和两万零一人之间有区别啊 这是个性化的因素啊 我承认是 但是你要想用好我的技巧 你就记住了 针对于财务保预期使用者的范围 就是广和更广的问题啊 使用这种区间化的 来去把这4600多家上市公司给它瓜分了 从而去定什么呀 定那个百分比 发现了吗 我们再去确定整体重要性的时候 不是要定个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的百分比吗 它的预期使用者越多 那我定的百分比就越低 比如说五万人以上呢 我定百分之一 一万人到五万人呢 我定个百分之二 然后一万人以下的呢 可能松一点对吧 我定个百分之五 它是这么用的啊 你要用好我的一个技巧 你要明白我在说什么 4D说的是一个共性的因素 所以意味着用技巧不能什么 不能较真啊 你去理解我这个逻辑 这样的话考试的时候是帮你的啊 不是咱俩在这PK的 OK了吗 所以这套题属于确定我们实际执行重要性的时候 应当考虑的因素是什么呀 是ABC啊 下面关于明显微小错报零件值 直接上口诀啊 这四个 别一个一个去背了 以前年度识别出的错报 这叫老错报 那么以前年度的错报 不是老错报吗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那是本期的风险评估对吧 老错报 新评估 然后呢 两个期望不能复 哪两个期望 就是被审计单位 治理层和管理层 对于注册会是沟通错报的期望 这是一个期望了 第二个期望呢 叫被审计单位财务指标 是否勉强达到监管的要求 或者是投资者的期望 他们俩体现了什么 体现了一个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另外一个呢 是财务报表的预期使用者 再加上咱们那注快 这不就三方关系人吗 那就是另外两方关系人的期望 如果你觉得理解不了 你就被口诀 叫老错报 新评估 两个期望不能负 就行了 然后这张表是所有的技巧的汇总 你掌握好了 这张表 这个技巧你就会用了 如果说你觉得不行 不是要求你百分之百必须掌握的 我给你讲那个就是 谁好用用谁 你要能理解 对吧 你要能把功夫做在前面 去理解我这个思路 那你考试的时候就快 如果说你理解不了 你用基础进阶大神给你讲的思路 也能用 OK了吗 没问题了吧 那我们来做做啊 下来有关明显微小错报理解值 考试的时候写个三万 下来说法错误的是 选项A说注册块 是无需累计明显微小错报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针对于三万以下的 不累计不更正 无论从性质 还是从数量来说 它都是微小的 但是微小跟重大不是一回事 选项B说明显微小错报 是指我们财务报表 整体没有重大错报 是这意思吗 三万说的是微小的事 重不重大说的是 说的是一百万的事 是不是代数就好用啊 那选项B说法明显是错的吗 选项C说金额低于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 叫低于三万的 就是明显微小错报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无论从性质 还是从数量来说 它都微不足道 后面比如说 老师这两万的5B到底怎么处理 我问问大家 我提前跟你们讲 那个主关题里面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有两万的错报 它低于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但它性质特殊 它是5B的 我问问大家 先说要不要累计 要不要更正 来回答我 针对两万的5B 这种错报 要不要累计 要不要更正 要不要不累计不更正 因为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的定义 就是无论从性质 还是数量来说 都是微不足道的 叫不累计不更正 但是如果出现在主关题里面 注册块是认为这种处理 结果满意 因为小于明显微小错报 临界值 两万块钱的5B 它小于我们的三万 所以不累计不更正 注册块认为结果满意 我问你恰当还是不恰当 我问你恰当还是不恰当 它是不恰当的 为什么 因为5B这件事情没处理 你要把这件事情分开 想成两件事情 针对于是否累计 是否更正 只看什么 只看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只看三万 但是如果在主关题里面 您还得去针对于5B的潜在影响 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因为这个5B的背后 有可能是两百万 有可能是两个亿 所以你要把它看成两件事 这件事情 逻辑就清晰了 要不要累计 要不要更正 看什么 看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确实两万不够 所以就不累计不更正 但注册块是不能认为结果满意 他还得对于这个5B 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这就是选择题和主关题之间的区别 考试的时候 重点注意 听清了吗 杨四弟说 如果无法确定 某个错报是否明显微小 那肯定不能认为 它是个明显微小错报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那要提错误的是 选项二B 透彻了吧 明白了吧 很多人都死在这 对吧 两万的5B到底怎么办 如果问你要不要累计 要不要更正 那他就不累计 不更正 但如果出在主关题里面 注册块是认为结果满意 那肯定是错的 因为针对于这5B这件事情 你得执行进一步的审计工作 去处理 第五十题多选题 下列各项因素中 注册块是在确定 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时 通常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选项A 叫以前年度识别出的错报 它的数量和金额 这是老错报对吧 选项B 说财务报表使用者 它的经济决策 受到我们错报的影响程度 我问问大家 经济决策 受到重大的影响 还是受到微小的影响 是重大的影响 重大意味着 对于我们的财务报表 预期使用者的经济决策 会产生影响 是一百万的事 所以选项B肯定不选 选项C呢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这叫新评估 选项4D呢 说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指标 是否勉强达到监管机构的要求 这不是预期使用者之一吗 它的期望对吧 另外一个期望呢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 治理层的期望 所以这要题正确的是ACD 是吧 非常好啊 合体的小怪兽 口诀也很熟悉了 老错报新评估 两个期望不能付 对吧 选项B 别懵啊 考试的时候重点分析一下 你别看到预期使用者 你觉得是他的期望 这说的是经济决策 人家聊的是重大的事 不是微小的事 聊的是一百万的事 不是三万的事 第五十一题啊 下列有关明显微小错报 零件值 你就写 关于三万的问题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选项A 说明显微小错报 等同于不重大的错报 就三万块钱的事 等同于一百万的事 对吗 这很明显是错的呀 选项B呢 说明显微小错报的数量级 这不是三万吗 小于重要性的数量级 这不是一百万吗 说法正确呀 选项C 明显微小错报可以不累积 那不就可以不累积不更正吗 三万就是可以不累积不更正啊 说法正确 甭管是不是5B的事 但是5B你得接着做工作 人这聊什么呢 要不要累积 要不要更正的问题呢 选项4D 说明显微小错报 用以确定我们审计抽样的 可容忍错报 这个用什么呀 用实际执行的重要性啊 我问问大家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和我们教材其他章节里面 哪些因素有大小关系啊 哪些指标有大小关系 前面我是不是说过了 就三个你必须记住了 第一个叫可容忍错报 第二个呢 叫可接受的差异额 第三个呢 我们注册怪师利用点估计 或区间估计来评价 我们被使用单位管理层的 那个点估计 涉及到了区间估计的问题 这三个指标 都不能超过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为什么想过吧 前面我已经讲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如果说这三个啊 可容忍的错报 它的金额超过了 或者是可接受的差异额 它的金额超过了 或者我们这个区间估计 这两头 最终的那个加的这个区间 它超过了 意味着什么啊 意味着 我们需要对于这些内容 去做进一步的审计工作 它就是不可容忍的 不可接受的 这个区间估计就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说实际执行重要性 它的具体应用是什么 我们对于超过这75万的 所有的交易 账户约和披露 需要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包括什么 这些出来的这些错报 对吧 你像可容忍的错报 最后出来是错报 可接受的差异额 也是个错报 区间估计 然后点估计跟区间估计之间的差异 最后是不是出来都是错报啊 那这些错报到底能不能容忍 到底能不能接受 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用它来判断 如果它超过了75万 就意味着 它不可以容忍 不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然后呢 不合理 我怎么干嘛 我得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所以说 这三不能够 超过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明白了不 这里为什么没有可容忍偏差率 因为可容忍偏差率 不是一个金额 OK了 这个我不细讲啊 应该大部分同学都能明白 OK了 明白啊 非常好 然后关于错报 咱们再稍微坚持坚持 一会儿我给你们下课 错报 首先我前面讲过了 一个是跟编制基础不一样 另外呢 是跟注册快师的职业判断不一样 同时还有三类错报 记住了 叫事实错报 还有呢 判断错报 还有呢 推断错报 对吧 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呀 事实错报 他对抗的是什么呀 那就是 事实呗 对吧 这没啥可说的 数超错了 跟事实不一致 这就叫事实错报 判断错报 他对抗什么 会计估计 会计政策 是不是 推断错报 对抗的是什么 对抗抽样嘛 但是你记住了 这个地方 抽样里别忘了 把你推断 那个总体的错报 里面涉及到的 这个事实错报 给我刨掉 那去除事实错报 哪来的事实错报啊 针对于样本做工作 你不是就有事实错报吗 你找到那个样本 它具体哪错了 它就叫事实错报 你把样本里面 那个事实错报 把我刨掉了 剩余部分 那才是你推断的错报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真正推断的 那部分错报 注册怪事 压根就不知道 错在哪笔了 你发现了吗 它只是推断出来的 所以它叫推断错报 而事实错报 一定是知道 你具体哪笔交易 哪个账户一额 哪个资产 它的错报 是什么 具体金额是什么 错在哪了 它一定是清楚的 这叫事实错报 而推断错报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个大概 您自己去查去 OK了 下来关于判断错报 说法里面正确的是 选项A判断错报 是跟会计估计相关的 正确 选项B说判断错报 通常是指 我们测试样本 估计出的总体错报 再减去 在测试中 针对样本执行测试 看出的这些事实错报 相减 这个对还不对 这说的是推断错报 不是判断错报 对吧 这很简单 选项C说我们的判断错报 是管理层和我们的注册怪事 对选择和运用会计政策 判断的差异 这是对的 一个会计估计 一个会计政策 选项4D说判断错报 是由于收集和整理 我们的数据产生的错误 这个就是事实错报 对吧 跟实际情况不一样 这个很好理解 是不是 没有什么难度 这要题正确的是A跟C 53 下列各项中属于判断错报的事 选项A说管理层对于事实 它的误解和忽略 这是事实错报 这很快了 对吧 这属于70%的题目 选项B说管理层做出的会计估计 超出了我们的注册怪事 确定的合理范围 说会计估计 这是个判断错报 选项C说管理层运用了错误的 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属于判断错报 选项4D呢 我说我们注册怪事 根据样本推断的总体错报 这个是不对的 包括这个说 它是推断错报 这也不对 你还得减什么呀 减确对于样本执行工作 发现那些事实错报 剩余部分 它才是推断错报的 那这条题属于判断的是B跟C 很快吧 这种题应该非常快 好吧 咱们休息五分钟 因为咱们本身课程内容比较多 需要教给大家的技巧也比较多 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回来 给你们讲你们最关注的主关题 到底该怎么答 好吧